给你走 什么情况 融化太快也没看清楚 是毒烟吗 我确定 这东西确实有些奇怪 对了 病人中毒之前都接触过什么 是这样 当时我在厕所 然后看见旁边有双毛绒的脚 不想不对劲 我就出去看 结果那个东西就消失了 它爬到屋顶 屋顶黑啊 我就找手电筒 结果露叔就发疯了 他像发疯了一样掐我的脖子 我把它推开后 它就晕倒了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奇怪吧 医生 医生 露叔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不太确定 那我得收拾一点东西过来 我得收拾一点东西过来 我得收拾有一小时 我走了 这什么呀 这么冰 冰冰冠的 怎么突然就中毒了呢 在办公室里还好好的 这么说不是这儿 是酷防重的毒 水 什么东西啊 是解剖用的尸体吧 尸体也打着 我的 我的 几点了 我跟你说好几点回家的 怎么回事啊你 几点了 我跟你说好几点回家的 我会捣什么东西的 你投机捣马啊你 你现在开始捣人了 醒了吗 没呢 量了量倒是没烧 看看喝点姜汤试试 怎么没送派出所呀 不是 放陆叔门口的 怎么也得等陆叔醒了 问清楚啊 那你打人家干什么呀 诈尸啊 我顺手就打下去了 诈尸啊 那么吓人哪 怪好了吗 好了 把它放被子里去 你也太狠了吧 认错 是他先打我的 男女平等知道吗 不管他对你干吗了 你反正都得认错 这是什么平等 对不起 说大声点啊 对不起 姑娘 你不要害怕啊 刚才那衣服 是我帮你换的 你是女鬼吗 这我认不了了啊 干吗呢 不是 她 她说你是女鬼 你给我坐下 姑娘 我们是人 你看 我的手是热的 你摸摸看 你摸摸看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还有影子呢 你看看 是不是 没事 她叫张宝庆 是我儿子 亲生的 我这个儿子呢 虽然是又笨又倔 但是人还不算坏 又笨又倔 你不要说话了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菜瓜 菜瓜 该不会是树菜的菜 西瓜的瓜吧 真是 难怪你要被冰子送过来 何止是保鲜的呀 你不要理他啊 那个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家呀 你家黎鹰团圆吗 鹰团 什么鹰团 你们这是什么村呢 道姐 这是北京 首都 你看 北京火车站 不就在那儿吗 北 北京 怎么 你不信啊 看 北京市地方粮票 我怎么会在北京啊 我怎么知道 对了 你知道地质研究所吗 你就是被送那儿去的 那你知道陆叔吗 陆叔 陆国华 陆老师 认识 他在鹰团的时候 我给他做的向导 那鹰团是在北方大雪山 你 你知道 原来陆叔 是跟地质勘探队去那儿了 我知道地质勘探队 那就说得通了 陆叔中毒发疯 办公室桌上的鹰团资料被偷 你又被冰着送到了北京 这些恐怕都有联系 对了 你知道那怪物吗 什么怪物 你们鹰团有没有一种东西 能让人发疯 会睡不醒的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有什么 说 是诅咒 诅 诅咒 会让人发疯 昏迷不醒的 应该是马电臣的诅咒 马电臣 魔王的名字 是比你的名字正常多了 不 我 我告诉你 你别不信 我就是被这个诅咒送来北京的 大姐 你们来睡糊涂吧 老王口 藏在雪山的罪里面 危险得很 而且那是大魔王马电臣的境地 无论谁走进去 都很有可能会受到诅咒 所以你是去过了 是陆老师想去 说是看地 看地 看 看他地行吧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其实我一直劝他别进去 可是他不肯听 废话 人家大学教授能被你这鬼故事吓着吗 不是 我们快到老龙口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大风雪 我们找了个地方躲着 其实我早就猜到 那一定是魔王的警告 陆老师 再往前就是禁地了 王王就在里面 听到了吗 这是山林的劝解 警告我们要尽早回头 那只是风声而已 风雪越来越大了 我们回去吧 我一不留神 陆老师已经不见了 我没办法 只好上着他的脚印往前走 那你找着陆叔了吗 没有 但是我看到 血液里冲出了一只神鹰 神鹰 嗯 然后呢 然后我就感觉 自己掉了下去 你还要把你脚放床上去 你还撕我的袖子呢 你先动手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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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了 这烂七八糟的 哥谁谁也听不懂啊 菜瓜 你今天受伤了 所以呢 我觉得你应该早点睡觉 否则的话你就回不去了 是不是 不 我现在就得走 现在可回不去 这么晚了早就没火车了 你要休息好了 才能早点回家呀 没事 没事 妈 那个我送他回去 顺便去查查毒院 就你能够 怎么什么事你都会呀 还嫌家里事不多是不是 你赶紧洗洗给我睡去 你今天就睡保健的房间 好不好 他说我房间那我睡哪儿啊 沙发归你了 赶紧的 在这儿铺床去 我妈呢 我妈呢 买早饭去了 你干什么呢 这就是北京 我弟弟做梦都想来 那简单 你让你弟弟去那个什么 近地转一下 那什么 什么魔王来着 就把他送过来了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是吧 是呀 我信毛泽东思想 还有马克思主义 哥 有什么时候回去 越快越好 那赶紧的 赶紧的 我送你 我送你 我不用你送 不是 你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吗 你知道怎么坐火车吗 我可以问 那 那你有钱吗 没钱了吧 走 我得跟你妈打个招呼 你跟我妈打什么招呼啊 我妈来了我就走不了了 快快快 我让你站着